今天教大家做一個超簡單超好吃的滷水豬尼 無理你有沒有頭髮, 只要懂得休息都懂得懂 首先兩條經常發色啼卵的豬尼, 凍水鴛鴻肉 下薑蔥和花椒增生去香, 然後大火煮滾 煮滾之後, 滴出來過清水洗乾淨 然後放在一邊, 讓它們打最後一次啼卵 這個時間製作滷水, 油熱之後放薑片, 蒜頭, 京蔥, 洋蔥, 青椒, 蔥白和芫荽頭 倒入鍋, 爆出香味 最關鍵的就是這一包滷水汁 很多酒店的大廚都是用它來做滷水 百年滷滷排, 味道有保證 有了它, 其他甚麼都不用放了 出來的味道就是純正的潮汕滷水 接著, 鏟香一下它 然後下三斤八二年的進口本地磁淚水 煮滾之後, 把料頭的渣撈出來 然後倒入鴨煲 這一鍋滷水可以滷任何東西 鴨頭, 雞腳, 豬肚等等 有空都可以滷一隻牛鬆起或牛肺下來試試 接著, 將兩條外套天鋒地老的茉莉放進去 用慢火浸四十分鐘 好, 時間到, 大家肩一肩 嘩, 豬蠟老過之後, 性感了很多 真是好想舔一下它 接著, 將斜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之後就可以擺碟上桌 這一味滷水豬蠟, 滷味十足, 煙韌爽口 好吃到阿婆都跳街舞 你們都快點來試試吧!